在京城偌大地盘 惠英楼菜肴那也是远近闻名 排得上号的 因这间惠英楼乃是祖业代代相传 到了刘老板这一带 虽然酒楼越来越大 但刘老板仍然不假他人之手 身兼掌柜之指 有时候还亲自招呼客人 因此惠英楼虽大 名声却好 每天晚上惠英楼关门之后 刘老板都会清点当天柜子里收的钱 里头有十下流行的大洋 还有前倾的银锭碎银子 还有新进发行的纸币等等 每天结算当日收入所得 刘老板都会有种 油然而生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因为这毕竟都是他靠自己双手挣来的银钱 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家业 终于在他手上大放光彩 但最近刘老板遇到一桩多多怪事 某天晚上他打开抽屉准备对仗时 在里头发现了两张黄纸 黄纸就是清明节上坟时 烧给死人的东西 俗称明超 这玩意可不吉利 刘老板嫌晦气 骂骂咧咧 把黄纸挑剪出来撕碎丢掉 一面拿起账本对账 半天算下来 发现大约有两个大洋的数目 是对不上的 而被他丢掉的黄纸也正好是两张 一开始刘老板也没多想 只当是隔壁酒楼派人来恶心他 把几个跑堂伙计都喊过来骂了一顿 让他们收钱的时候多留点心 别把不该收的东西都收进来 刘老板没戏说 伙计们也一头雾水 结账的时候当然要收钱 什么叫不该收的东西 但刘老板的警告并没有奏效 隔天他晚上开始清点对账的时候 依旧会发现黄纸不多不少 刚好两张 连着两天下来 刘老板心里就有点发毛了 而且两个大洋的损失 也不是什么小数目 刘老板就把伙计们召过来 问他们最近有谁接过 刚好是两个大洋的单子 惠英楼生意很好 每天来来往往客人不计其数 从达官贵人到市井小明 伙计们一天下来 不知道要收多少钱 谁会记得经手的两个大洋 大家就面面相去 说不上来 刘老板气急败坏 我给你们撂下话了 要是让我发现谁没长眼睛 收了两张黄纸回来 我可立马让他收拾铺盖滚蛋的 这个时候伙计阿丽就说话了 刘老板 我们这些伙计 也是在惠英楼做了好些年的了 谁会这么给您添堵啊 再说了 黄纸跟大洋区别那么大 我们收的时候 难道真被鬼迷了也不成 怎么会分辨不出来呢 刘老板叹了口气 挥挥手 总之你们多留点心 隔天刘老板睁大了眼睛 亲自站在柜台那里把关 每一个经手的银钱他都看过 甚至放嘴里咬过一遍 确认是货真价实的银钱 才收进柜子里 他心想这下总不会出差错了吧 结果等到晚上对账的时候 又发现了两张黄纸 而且账簿上还是出现两个银扬的空缺 刘老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将伙计们找来让他们帮忙想 大家经过前一天的事情也都留了个心 个个绞尽老只想了半天 都说自己没有经手过两个银扬的账 伙计阿勇道 对了 这几天我确实天天都收过 一笔两个大洋的账是一单外卖 就在三天前有个人过来点了菜 让我每天固定时间都按照那个菜单 送到柳树巷子18号去 那老板也很豁绰 每次还会多给我几个银饺子当花销 先前我也没多想 但是现在老板你这么一说 我就想起来了 刘老板问 你送过去的时候 瞧见那老板长什么样了 阿勇说 没瞧见 门只打开一条缝 从里面伸手出来给我钱的 让我把饭菜放门外 隔天再去拿 刘老板问 明天还送吗 阿勇说 送啊 那客人让我一直送呢 刘老板说 那明天你别去送了 我去 隔天到了约定送饭的时间 刘老板就真的亲自端了饭菜 送到阿勇说的柳树巷子18号去 对方也确实正如阿勇所说的那样 昨天吃剩的空碗就摆在门口 当刘老板敲了几下门之后 门打开一条缝隙 堪堪足够伸出一只手 手上放着两个大洋 大洋是饭菜前 饮饺子是打赏的 刘老板接过银洋 看了又看 确认是真的无疑 又见对方出手或挫 还要额外打赏 不由孝竹言开道 老板 这些饭菜还合胃口吧 用不用换点别的 明天还送吗 不用 送 对方梦声梦起到 就像感染风寒 听不出是男是女 不过给钱的那只手 却先细先细的 不像是男人 刘老板虽然好奇 却没多问 一口答应下来 收拾起那些空网筷就走了 结果到了晚上 抽屉里又多了两张黄纸 账策上又出现两个银洋的空缺 刘老板这下可真害怕了 直接就爆了 又找法师来驱邪 不久 柳树巷子18号闹鬼的传闻就传开了 吕队长在听到这桩离奇的诡定犯案子之后 就赶到了柳树巷子18号 那里位于巷子的最深处 宅子建得很漂亮 还是栋小洋楼 据说前些年 被一个洋鬼子商人买了下来 后来洋鬼子病死了 那栋楼又被一个东北商人买下来 温胡听说之后也要过来凑热闹 吕队长拿这位大少爷没办法 只好游得他去 一楼大门是虚掩着的 没上锁 一推就开 刘老板说 那天他过来送饭时也是这样 吕队长他们在空荡荡的一楼 略微查看一下 见没有什么异状 就沿着楼梯往上走 二楼有四个房间 巨火机阿勇和刘老板称 他们之前就是在第一个房间送的饭 第一个房间门口 确实摆着一个托盘 上面用碗碟盛着饭菜 看上去没人动过 吕队长手下的巡捕当先上前拍门 一边拍一边大喊 巡捕查案 开门 他们一行五六个人 上来时动静不响 连同这会儿拍门的声响 就算是在睡觉也该被吵醒了 结果愣是没人开 吕队长示意手下 先到另外几个房间查看 自己则退后几步 一脚就把门给踹开了 神勇过人 老吕昨晚吃大力玩了吧 温胡竖起大拇指 没个正行 过奖过奖 吕队长本来也被那气氛弄得毛毛的 结果闻大少爷这么一插科打棍 他忽然就觉得 其实也没有那么圣人 但门一开 几个人都弄住了 刚才玩笑的心思荡然无存 房间里有三个人 确切地说 是三个死人 一个掉在房梁上 身体晃晃悠悠 还有两个趴在麻将桌前 麻将桌上凌乱一片 麻将四散 报告 隔壁几个房间都搜过 没有人 也没有其他可以发现 吕队长吴了一声 忍不住捂住口鼻 里头有股很难闻的味道扑面而来 他余光一扫 墙角里还放着个碳盆 火早就灭了 但味道还在 再加上尸体的味道 那可真是百味俱全了 吕队长的手下赶紧先走进去 开窗透气 温胡跟在吕队长后面 房梁上的尸体被放了下来 吕队长走过去查看趴在桌子上的那两个人 眉头紧皱 看样子不是刚死 尸体都干了 现在要不是冬天 加上他们在屋子里烧炭干燥 早就臭得不成样了 肯定死了好几天了 但就算是这样 尸体也逐渐开始出现腐烂迹象 他娘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吕队长骂骂咧咧 每年冬天 北京城总会出现几起 因为烧炭取暖却将门窗紧闭 导致窒息而死的案件 他也见怪不怪了 只是 如果那两个人试着吸死的 这个人干嘛还伤掉 总不能是因为输钱输几眼了吧 他让几个手下在屋里面找了一圈 没发现任何钱财 吕队长一个手下战战兢兢的道 头儿 刘老板和会英楼的伙计 不都说他们这几天还过来送饭的吗 而且一到晚上 他们的银扬就变成明超 说不定真有鬼魂作祟呢 要不这人都死了好几天了 怎么还能吃饭 吕队长一脚把他踹开 去去去 鞭而去 少来捣乱 扭头一看 温胡还蹲在那具悬梁自尽尸体旁边 怎么 文少爷 你有什么发现 温胡语出惊人 他不是自尽的 是被谋杀的 吕队长一愣 怎么说 温胡说 他的腹部骨胀得很厉害 这是口鼻被人按住 导致无法呼吸窒息而死的典型症状 因为气不出 流于腹 所以腹部会肝脏 另外 吊痕在喉下 但舌头却没有往外伸出 这都说明不是吊死的 而是有人在他死后 做出自意的假象 吕队长说 那其他两个人呢 温胡摇摇头 暂时还看不出来 也许他们还真是吸入碳烧的烟雾 窒息而死的 他是兵痞子出身 跟逢国章的北洋军混了几年 后来当上了京城的巡捕 还升了队长 不过毕竟不是正经巡捕出身 队凶杀案还是有些外行 要不是温胡在这里 估计吕队长 直接就把这当成自杀案件来处理了 吕队长说 这可就出奇了 一个被谋杀 两个自杀 自杀前还在打麻将 旁边的手下咕咙一声 麻将也要四个人才能打吧 三个人玩有啥子意思 吕队长眼睛一亮 走 上慧英楼 刘老板这几天眼皮子老跳 索性关门一天休息 找人来做法事 对外就说东架游戏 但柳树巷子18号的事情 早就传了出去 外头闹得纷纷扬扬 都说是慧英楼的伙计 去送饭的时候见鬼了 慧英楼自从他爷爷辈以来 就没有一天关过门 连农历新年都不例外 早就打出名声了 没想到还是坏在自己手上 到时在做法事的时候 几个伙计也被刘老板叫来 站在旁边看着 看个法事还换身新衣裳 臭美 阿丽说阿勇 我这是想去去晦气 阿勇说道 阿丽还想说什么 后脑勺被刘老板来了一下 阿勇说得对 你闭嘴 他只好善善闭嘴 外头的门被使劲拍着 刘老板在不在 开门 这嚣张的声音一听就不是寻常人 刘老板连忙跑过去开门 一看是吕队长他们 我们来问话 吕队长道 刘老板连忙陪笑 长官 我们可都是奉公守法的老百姓 吕队长不耐烦 又不是要抓你 你害怕什么 是不是想跟我回寻补房 吃几天劳饭再说 刘老板说 不不不 请进请进 吕队长把道士们赶跑 又把刘老板和伙计们留下来 我问你们 柳树巷子18号 都有谁去送过饭 刘老板小心翼翼 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吕队长说 你说不说 不说跟我回去说 他原本怀疑刘老板就是凶手 但是看着又不想 最重要的是刘老板家大业大 惠英楼就摆在这里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何必为了一点钱去杀人 实在得不偿失 刘老板连忙摆手 别别 我就是认问 前天是我去送的 前天晚上就有收到明钞 这不昨天我就去跟您报案了 在我之前的两次都是阿勇去送的 阿勇 快过来 长官问你话呢 阿勇怯生生的走过来 长官 什么事啊 这年头的人都怕见官 一见吕队长和他手下那身寻补装 别说阿勇 连刘老板都有点心惊胆战的 吕队长说 我问你 你去送饭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什么异状 阿勇恍然 没有啊 我端着饭菜过去 那位老板让我放在外头 然后开门给我钱 但是门开得很小 只够伸出一只手 我没看清门里的人长什么样子 刘老板连忙插嘴 我也是这样的 吕队长瞪他 我没问你 刘老板说 是是是 吕队长说 对方跟你说话了吗 两次都是同一个声音吗 阿勇说 我 我不记得了 吕队长要发火 旁边温胡按了他的肩膀一下 温和道 你好好想想 温胡一身长衫 斯问秀起 一看就是读书人 比率队长要好相处多了 是是 阿勇心头略略一停 仔细回忆 那声音有点怪 像是捂着嘴巴发出来的 不是平时说话的样子 但应该是同一个人 我对了 我想起来了 那只手应该是个女人的手 因为手腕很细 但手上没有涂口单 我也不敢肯定 刘老板顾不上 吕队长刚才的禁令 又插嘴 对对对 我看到的也是 女人 吕队长和温胡对望一眼 难掩惊异 屋子里的那三个死者 全都是男的 见他们陷入沉思 刘老板壮着胆子凑上来 长官 真不是闹鬼吗 闹你的大头鬼 吕队长骂了一声 转头问温胡 文少爷 你看哪 说来也奇怪 温胡根本不算寻补房的人 他只是出于兴趣 跟着吕队长跑进跑出 但几次下来 吕队长还真就对他刮目相看了 这刘过阳的人就是不一样啊 温胡和吕队长并肩往外走 你把尸体送到城南天主教医院 此乘他爹手底下有个人 以前是武座 还去德国学过医 在尸检方面很有一手 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线索 吕队长连忙道 是是 大帅手底下果然是藏龙卧虎 有张少帅和文少爷帮忙 这件案子肯定很快就能破了 温胡说 老吕 听说你很快就要由赴转正了 到时候可别忘了请我吃饭了 吕队长苦笑 嗨 一个寻补房的小坡职位 哪里能跟你们这些做大事的相比 但文少爷让我请 我自然是要请的 到时候就请你和张少帅 送回鹰楼吧 温胡摆了他一言 我看你要请我试驾 想请紫诚才是真的吧 吕队长被他道破心思也不尴尬 打了个哈哈 哪里哪里 看文少爷说的 不过你瞧 凶手会不会是刘老板或阿勇 温胡说 你看哪 吕队长说 我是个粗人 看不出来 刘老板应该不敢 至于阿勇 我找人查查去 尸检结果出来了 其他两具尸体 是吸入烟尘过多窒息致死 而那个上吊的人果然是他杀 与此同时 吕队长的调查也有了不小的进展 那两个窒息死的分别叫李辉和一安 被人杀死之后假作自意的叫丁发财 三人从事都是从东北倒卖大烟到南方的买玩 几年前丁发财 买下柳树巷子18号的小洋楼 从那之后李辉和一安 就经常上他这里来玩 彼此生意有往来 关系也还不错 吕队长先是去查了阿勇 没什么结果 左邻右舍都说这是个老实人 还说他对家中的老母亲可孝顺了 吕队长到他家转了一圈 那小破房子连老鼠都没兴趣住 要是当真杀人劫财 怎么可能还肯屈就在这间破房子里 他又带人在柳树巷子那一带 挨家挨户问了一圈 结果还真有了发现 就像阿勇说的事发当天 有人看见一个女人 进过那栋小洋楼 一个女人 因为阿勇口中 那只从门缝里伸出来的女人手 吕队长对这条线索高度重视 在柳树巷子的目击者口中 详细问了那个女人的外貌特征 还把那个目击者 带到温胡介绍的西洋画匠那里 让画匠根据目击者的形容 把人画出来 当对方的脸完整浮现在纸上时 吕队长叫了起来 这不是燕蓉吗 温胡说 燕蓉是谁 吕队长尴尬地笑 八大胡同 温胡明白了 这燕蓉感情是个妓女 不过连吕队长都知道 肯定还是个有点名气的妓女 温胡正要跟着吕队长去八大胡同 不瞧 他家里派人来喊了 说 少爷 您的族书刚从法兰西回来 老爷派我过来让您回去呢 文家一大家子都是文人 其中有留过洋的 有在政府任职的 称得上是带书香 家里本来就对温胡 成天跟着吕队长不务正业的事情 颇有微词 要是再知道他跑八大胡同那种地方去 那估计能打断他的腿 温胡没办法 只好跟着下人回去 吕队长则带着两个手下 前往八大胡同 燕蓉看到吕队长 前来 巧笑燕然迎上来 长官这是来光顾我的生意的 吕队长一拍桌子 扫嬉皮笑脸 我问你 柳树巷子十八号那几个人是不是你杀的 燕蓉说 长官你真是冤枉我了 我一个弱女子 怎么杀三个大男人 吕队长冷笑 你们这些烟花女子官来会做戏的 我还不了解你吗 惠英楼的伙计已经说了 他去送饭的时候 看见里头伸出来给钱的是一只女人手 柳树巷子也有人看见你进了小洋楼 你要是不肯说 就跟我回寻补房慢慢说 燕蓉脸上这才浮现出慌乱的神色 长官 这可不关我的事 都是李辉他们三个在狗咬狗 我是被逼的 吕队长道 说清楚 燕蓉说 是这样的 一年前 我就跟李辉认识 他是常来我这边 有时候还带着一安和丁发财 几天前他们找我过去打牌 去了之后我才发现 他们因为分赃不均且纠纷 李辉和一安已经合谋把丁发财杀死了 还让他假作自意的样子 当时我就吓坏了 但是他们为了掩盖自己是凶手 就将我找过去 又叫慧英楼每天定时过去送饭 这样一旦被人发现 就可以用鬼魂作祟掩盖过去 吕队长心想 这件案子的开头太诡异了 要不是温胡发现尸体不是自已而死的 他肯定也不会坚持要查下去 确实能够碎了这些人的意义 那李辉和一安又是怎么死的 燕蓉摇摇头 他们让我帮忙递犯出去之后 就给我一笔钱把我捡走 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长官 你想想罢 我要是凶手 怎么可能还留在这里呢 还有 我一个弱女子 怎么可能杀死他们不被人发现 吕队长说 李辉和一安是被烧炭烟熏至西而死 当时只有你在场 燕蓉大叫起来 怎么可能我要熏死他们 他们就乖乖坐着等死吗 这根本就不合常理 长官 我冤枉了 吕队长说 在你去那里期间 有没有看到其他人进出 燕蓉声泪俱下 没有 除了送饭的 没有其他人了 我就在那里待了两天 两天一到 他们把钱塞给我就让我走了 一安本来想连我也杀了 但李辉觉得这样会闹大 所以才放过我一马 当时我赶紧就跑出来了 也没敢去报案 长官 说到底做我们这种营生的都是可怜人 哪里得罪得起人呢 虽然现阶段燕蓉的嫌疑还没法排除 但死者可是两个人高马大的壮汉 吕队长也觉得 他不可能杀得了李辉何一安 不过线索在他这里又断了 吕队长觉得有些烦躁 他吩咐一个手下 在燕蓉住的那宅子附近监视 看有没有什么可疑人物进出 就先回去了 温胡听完吕队长的叙述 就说燕蓉在撒谎 吕队长道怎么说 温胡说 你想李辉和一安连丁发财都杀了 杀一个也是杀 杀两个也是杀 他们还会在乎多一条人命吗 吕队长想想之前燕蓉梨花带雨的样子 脸上一热又有些愤怒 顿觉自己似乎被燕蓉欺骗了 温胡说 还有查查惠英楼那几天进出的人 我问过刘老板了 每天收账的那个柜子虽然由他自己在看着 但其实他有时候会走开去跟客人讲话 有些有身份的客人来了 也需要他去亲自招待 这个时候就轮流让伙计们看着 如果有人真想往里面放点明超之类的 来混小耳目还是可以找到机会的 不管燕蓉在这里头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认为至少他是知道一些内情的 说不定他也是凶手之一 吕队长一拍大腿 抹了个巴子 竟然让那臭女人给骗了 我这就回去找他 他带着人手匆匆赶回去 结果刚到半路 就看见那个被他派去 在秀楼外站桩的手下跑过来 哭丧着脸 头儿 燕蓉死了 什么 吕队长一惊 燕蓉死了 死法跟丁发财有点相似 都是自已 吕队长他们赶到的时候 燕蓉的尸体似乎还带着微温 好像刚死没多久 他的婢女在旁边阴阴哭泣 一问三不知 因为当时他出去给燕蓉买烟了 回来的时候就看见尸体掉死在横梁上 怎么 又是被人捂住口鼻窒息而死的 看上去不像啊 吕队长凑过去问文胡 文胡摇摇头没作声 他正在查看 头儿 他手里好像攥着什么东西 手下倒 吕队长说 把他的手掰开 燕蓉的手指是虚握着 稍稍一掰就张开了 被他握在手里的是两张柔成团的黄纸 正好两张 吕队长吐了口唾沫 这可真邪门了 联想到诡异莫名的前情 一个手下抖了抖 头儿 不会是他杀了李辉他们 被鬼勒死吧 吕队长一巴掌 给了他们后脑勺一下 现在都是明国了 你们怎么还信前卿那一套 孙大总统怎么说来着 要相信科学 你们那是封建迷信 话虽这么说 他自己心里也没什么理 文少爷 你看 温胡起身 又是他杀 吕队长惊道 啊 这回是什么 温胡说 如果我猜的没错 应该是先用绳索被勒死 然后再用这根绳索假作自已 吕队长虚心请教 怎么看出来的 温胡道 你看他乐痕附近有抓痕 这明显是死前剧烈挣扎所致 吕队长说 也许他上吊之后又后悔了 温胡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舌头就会伸出来 还有你看 如果是自已 整个身体的重量都挂在绳子上 这样脖子后面 也会有深紫色的乐痕 但他脖子上痕迹最深的 却是在前面 这说明凶手是将绳索绕到他前面用力的 就像这样 他做事在吕队长脖子上比了比 吕队长被他弄得浑身发毛 忙退了两步 干笑 您说就好 说就好 我能听明白 温胡耸耸肩 所以就是被人勒死的了 吕队长对之前的鬼魂之说 还心有欲计 不自觉就脱口而出 如果是鬼先杀死他 温胡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老吕啊 你刚还让手下信科学呢 我问你 要是鬼杀人 用手不就行了 干嘛还要大费周章用绳子勒死 还装出他自意的样子 你见过这么啰嗦的鬼吗 吕队长说 是事事 我这不是粗人吗 没读过书 肯定不如你有见识 事发时那个负责蹲点的寻补 正好觉得肚子有些饿 走到隔壁巷子去吃夜宵 结果回来的时候就出事了 吕队长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 这时候分头在附近盘问巡查的巡捕 也都回来汇报了 他们把附近都搜了一遍 也问了一圈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 大冬天的晚上 人人都关起门睡大觉 连耕夫都偷懒 除了丫鬟 被燕蓉之使不得已跑出大老远去买烟 谁会没事跑到这里来 而且燕蓉最近因为柳树巷子18号出的事情 生意一落千丈 据那婢女说 已经两天没见有人上门了 线索全断了 吕队长有点沮丧 其实这种无头公案不在少数 落大京城 哪年没点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什么城东小寡妇 被杀史家胡同的无头尸案了 庄庄最后都是破不了的悬案 这些年 大清亡了 宁国建了 军阀伶俐 世道一乱 再加上还有吕队长这种不专业寻补 破案率就更低了 每日上市的老百姓听你耳朵热闹 以讹传讹 什么柳树巷子18号闹鬼的传闻就出来了 那些家人不幸遭害的 自然就烧香拜佛希望早点破案 以告王者之灵 希望太平盛世早点到来 免得出现更多这样的事情 虽然这些案子很多 但对于吕队队长来说 如果能破案 他升职转正的机会无疑更大 所以他对这件案子特别上心 温胡一看他的表情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其实我已经有点发现了 吕队长精神一阵 哎呦 门少爷 你可真是我爷爷 我祖宗 我福星了 温胡说 不过我还不能确定 咱们得先去一个地方 吕队长问 哪里 温胡说 会英楼 刘老板最近老做噩梦 他经常梦见一波客人 吃完饭准备结账了 自己兴冲冲跑过去收钱 结果拿到手的却全是明钞 他把噩梦根于全寺的大和尚一说 和尚说 他是被邪恶跟上了 给了他一碗浮水 让他喝下去 可不管用 刘老板回来还是照样做噩梦 刘老板被折磨的呀 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他精神一不好 就容易得罪人 这不连带着会英楼的生意 都感觉差了一些 可刘老板坚持认为 这都是邪恶在作祟 又是做法事 又是代护身符 依旧无济于事 当吕队长跟他说 燕容死了的消息时 刘老板心里咯噔一声 脸色一白身体摇摇欲坠 吕队长看出他的不对劲 扭过头眼神 是以温胡 我觉得刘老板就是凶手 温胡朝他摇摇头 然后对刘老板说 刘老板 你怎么了 刘老板说 完了完了 这鬼可凶了 会不会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我可是去送过一回饭的 见过那只鬼手的 吕队长听他语无伦次了 皱眉道 什么乱七八糟的 刘老板说 吕队长 你不知道吗 我最近老做梦 梦见我收的事前 定睛一看却是黄纸 这不是征兆是什么 温胡说 刘老板当初去送饭的 除了你之外 还有一个伙计吧 刘老板说 对对 还有阿勇 他这两天也病了 我给了他两天假 让他躺着去了 我看他也是被鬼缠上了 我们怎么就这么倒霉啊 温胡说 刘老板 麻烦你把阿勇爷找过来 我发现了一些线索 想问问你们 刘老板一愣 什么线索 鬼寻仇的线索吗 吕队长再也忍不住 一脚踹上去 寻你的大头 燕容跟那三个人一样 都是被谋杀的 刘老板打了个机灵 终于反应过来 长官 你不会觉得是我杀的吧 他一看吕队长的脸色 吓得好起来 冤枉啊 冤枉啊 我怎么会干这种事 吕队长说 闭嘴 没说是你杀的 但你要是再啰嗦 就直接结案 把你当成凶手抓走 还不快把阿勇找过来 刘老板跳起来 我这就去 我这就去 吕队长说 等等 你不用去 就让别人取交 刘老板的脸瞬间垮下来 看上去就快哭了 阿勇很快被找过来 他病奄奄的 脸色也不好看 头上还绑着金子 看上去 没比刘老板好多少 刘老板 你找我吗 温胡说 是我们找你 阿勇一愣 长官 有什么吩咐吗 温胡说 燕蓉死了 你知道吗 阿勇摇摇头 燕蓉是谁 我不认识啊 温胡说 就是那天你去送饭时 从门里伸出来 负账的那只手的主人 阿勇脸上果然露出 害怕的神色 温胡说 你能不能把那天 去送饭情形再讲一遍 阿勇文言就将那件事情从头到尾又讲了一遍 跟上次说的一样 没有什么出入 温胡点点头 没什么事了 你回去休息吧 阿勇应了一声 转身就要走 温胡忽然又道 等等 阿勇不明所以 长官 温胡背着手 慢悠悠的走过去 将他从张军那里学来的做派 发挥了个实诚识 阿勇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忐忑的问 长官 怎么了 温胡凑上前绣了绣他的领子 笑道 阿勇 你又换了新衣裳 上次好像不是这一身啊 阿勇憨憨的笑了一下 突然抱起扭身就往后门窜去 温胡立声喊道 抓住他 他就是凶手 吕队长背着一幕弄得猝不及防 反应慢了板牌 等他意识到温胡在说什么的时候 阿勇的身影已经消失在拐角了 几个手下也才回过神来一般追了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 外头传来一声惨叫 吕队长赶出去的时候 阿勇正躺在地上抱着脚 哀嚎打滚 一时半会爬不起来 旁边站着两个军人 回首那个军装笔挺赠量 英气逼人 后面站着他的副官 吕队长看着眼熟却叫不上名 等温胡跑出来喊了一声紫诚 他才想起来 这不正是张少帅张军吗 四九城里响当当的人物 京城四大公子之首啊 吕队长连忙扯出笑容 张少帅怎么来了 还帮我们抓犯人 这多不好意思啊 张军说 正好路过 就听见潮声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 温胡不满 都说了在外头别叫我小明 又指着阿勇对吕队长道 他就是凶手 把他抓起来 吕队长的几个手下跑上前 将阿勇死死按住 阿勇大喊 冤枉啊 长官你怎么可以 无凭无据就抓人 这个世道还有功力吗 刘老板等人纷纷跑了出来 刘老板壮着胆子上前 长官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阿勇他一向老实 万万干不出这种事啊 其他伙计都附和 是啊是啊 吕队长扬起手掌 闭嘴 温胡制止了他 你要证据 我就给你证据 李辉那三条人命 你确实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证据 但是燕蓉的死却出卖了你 我从燕蓉身上嗅到一股味道 一股淡淡的油烟味 他看着阿勇 只有一个人常年身上都有油烟味的时候 才会容易沾上别人的衣物 而什么人身上会常年有油烟味呢 要么是常年累月待在厨房的 要么就是经常出入厨房的 阿勇大叫 阿力也经常在厨房跑进跑去啊 天底下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长官你这是驱打成招 温胡说 我会认定你是凶手 当然不仅仅因为这个 我问你 你这身衣裳哪来的 如果我没有看错 这是祥云楼的料子吧 这身衣服下来 起码也得五块大洋吧 你一个月的月钱是多少 他望向刘老板 刘老板忙到 两块大洋 温胡冷笑 两块大洋的月钱 这种衣服去一买就是好几身 我听说你以前不是很节俭了 怎么忽然之间就过错起来了 莫不是有另外来钱的路子 柳树巷子十八号 那三个死者全是家财万贯的商人 旁的不说 他们打麻将 身上怎么会一点余钱都不带 你还说 你不是太贪心 把所有东西一扫而空 事发当天 除了燕蓉之外 去小洋楼送饭的就只有你 这又是一条证据 还有刘老板这里 能够知道 他什么时候需要离开馆前的筹底 去招呼客人 能够趁他不注意 在柜子里放明超混淆视线的 就只有酒楼里的自己人 几条线索结合起来 只有你 动机 嫌疑 条件 全都齐全了 温胡看着阿勇 你跟燕蓉有私情 对不对 李辉 义安 丁发财三个人 因为利益矛盾起纠纷 你怂恿燕蓉帮李辉出谋划策 害死丁发财 然后又设计害死李辉和义安 燕蓉一个弱女子当然杀不了他们 可再加上你就不一样了 后来我们查到燕蓉那里 你害怕事情败露 就又把燕蓉灭了口 然后做出鬼魂寻仇的假象 可你知不知道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自已而死 跟被勒死本就完全不同 若真是鬼魂作祟 又何必把人杀死之后再装作自已 但我不明白的是 你是怎么放倒李辉和义安的 要知道他们可不会乖乖任你摆布 坐在密封的环境里 被炭烧烟气活活熏死 伴随着他的话 阿勇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直到最后面无血色 是迷药 他颓然道 温胡恍然大悟 有了这点 所有一切就都串起来了 阿勇和燕蓉有慈情 他从燕蓉那里 听说李辉等人身价泼风 就起了歹意 正好那三个人 因为分赃不均起了矛盾 燕蓉透露给阿勇 阿勇就怂恿燕蓉给李辉出谋划策 让李辉和义安两个人杀死丁发财 而燕蓉则叫了慧英楼的外卖 由阿勇送过去 阿勇早就在饭菜里下了迷药 李辉和义安吃完重招昏迷 燕蓉和阿勇趁机制造出一起探烧案 自导自演 做出两人被燕熏窒息而死的假象 借着鬼魂的明目 令是人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 这样案子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容易误导查案的人 后来吕队长他们查到燕蓉身上 阿勇害怕燕蓉把一切都招出来 赶紧先下手围墙 杀人灭口 又假装是鬼魂寻仇 可惜过犹不及 反而被人看出破绽 是人都到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可还有一句话 那就是君子爱财 取之以道 若是起了贪念 生了歹意 善恶到头终有报 最后也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阿勇被吕队长押走 温胡在后面含 老吕 可别忘了你的承诺啊 我不要惠英楼 我要撞远楼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将为您分享更多 您喜欢的内容